Hello 大家好 我是KT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日本的奥运时事 首先当然还是要恭喜这次我们的台湾的选手 在这次奥运的超狂的表现 我真的觉得这次台湾实在是太厉害了 看到选手们夺牌 最近本来因为疫情跟疫苗的纷纷老老的台湾 我觉得仿佛就是看到一丝曙光 而大家闷在家之余起码还有奥运赛事可以观赏 后来当然也希望这些选手大家都能平安归国 但是日本目前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妙了 不知道日本是不是不想要奥运一直拖 造成大规模的经济损失 还是说新冠病毒可能真的在日本已经流感化了 以东京来看 在7月以前每天的确诊人数大约都在1000人以下 但是进入7月以后 每天都是1000人以上的确诊 而且还在持续成长 而冬奥是在7月23日开幕的 进入7月底以后 确诊人数更是呈现垂直暴涨 现在每天光东京就有3000多人确诊 甚至昨天一天就有4000多确诊 加上日本各地的确诊 现在日本单日确诊就是破1万人大关 当然我们知道这波Delta变种病毒 也造成世界更低的极为不安宁 且新闻报道现在这个变种病毒已经扩散至全球132国家 而且不只是日本而已 东南亚目前也是重灾区 美国原本大部分已经接种完疫苗 但是确诊病例能有将近7成的比例 它是已经注射完疫苗的 所以说就是注射了这个疫苗 不代表就是一劳永逸了 还是有机会患病 只是减少重症的机率 而光是7月底过去一周 全球就增加了380万确诊案例 所以现在真的是办奥运的时机吗 其实东奥开幕前就有许多团体集结在外 抗议中止奥运举办 不过我觉得这是很难看到的日本抗议现象 虽然聚集的权重只有几百人之多 不过根据日本withnews的当时日本全国舆论电话调查 是将近有55%的日本国民反对举办奥运的 即使政府宣称将会保守国民的健康 来举办让大家可以安心安全的大会 而事实上这次的冬奥除了少数亲友团之外 几乎也是采无关客的方式来举行的 只不过场外还是有非常多的群众聚集在外头观看户外的赛事 像周末在东京台场海滨公园举办的铁蓝三项赛事 就吸引了许多群众聚集 对此就有日本网友留言表示 こんな状况だから感染者が減るわけがない 会場でも感染できないよう対策を取るべき 全てゆるゆるの中でやっている 努力しているとそうでない人との温度差が大きすぎる 自分のことよりも人のことを考えるの必要では? 而担任此次国际奥会IOC的主席巴赫者表示 此次奥运的举办 已经是经过全世界最权威的保健机关WHO的认可 WHO也有义务对此次奥运的防御负责 我无需再表示什么 而且这次的奥运可以传递给世界 希望让世界看到日本国民的忍耐力 而且他在日后的专访又表示 这次奥运选手们跟市民是完全隔离的 选手村也是完全封锁 已经做好了最高的防疫 但事实是截至7月底为止 这个选手村跟相关人士累计就有26人感染 而独卖新闻也爆出 日前就有居住在选手村的一些相关人士 以观光的墓地进到市区 虽然后来也被大会认定是破坏规则 而剥夺参赛的资格等 根据日本国内许多媒体报道 在在的反应巴赫所宣称的安全最高防疫的奥运 其实已经漏洞百出 而日媒更是以长篇报道 巴赫所入住的超高级饭店的总统套房 一碗就要价300万日币以上 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其实都算是民主国家 不过透过这次的疫情 其实让我看到像台湾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的法治 仍然可以做得这么严谨 像这次将近两个月的台湾的三级警戒 不要说是一堆景点封闭 就是你可能去餐厅你都不能外带 只能内用这一点 就是光这一点就不用出去玩啦 因为出去玩的话那又在哪里吃饭 而且真的是罚钱罚到宝 你光是出去不戴口罩喝个水都有可能被卷取罚钱 不过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啦 当然透过这次的疫情让我们看到台湾的团结 但是日本这次却是违反超过半数的民意而举办奥运 虽然可能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幕 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 日本仍然是想要重振一下国内的经济 当政府都带头举办奥运了 许多国民当然也是觉得就出去玩也是没什么的啦 能看到就是最近北海道的新闻像到夏天了 石寿的海边就挤满了大批玩水的人潮 今年的北海道听说也是非常热的 热的都要30度以上了 而且新闻方面带过去 很多人几乎是没有戴口罩 这个该怎么说呢 这个要是在台湾可能马上就被检举或是一堆人骂 但是如果懂日文的 你们去看一下影片下面 其实也是蛮多日本网友留言在骂的 但是我觉得没办法 因为日本的法治本来就没有强制规定说大家不能出去玩 可能他们很多人都已经把疫情看作是流感化了 特别是7月底日本有联休的时候 全国各地的机场闹区也涌现了人潮 看来日本的大家也是都闷坏了 纷纷的坐飞机到日本其他地方去旅游 那其实我们的疑问就来了 所以冬奥到底花了多少钱举办呢? 根据东京新闻5月的社论指出 冬奥从原本招商阶段预算的7340亿日元 到了2019年12月总总添加的预算 来到了1兆3500亿日元 因为疫情延期一年又增加了2940亿日元的预算 直到目前的总预算大概是1兆6440亿日元 而其中约9000亿日元的要由国家跟人民的税金来负担 那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日本不得不赶快把这次奥运败完的原因了吧? 甚至有内部指出 要是在这里再继续延期的话 损失将不断的扩大 预算也将增加 而如果是终止或是不办的话 那之前投入的成本也就全部都打水漂了 而今年的奥运也堪称是日本历史上办过最贵的国际运动 特别是奥运选手目前所住的这个选手村 其中位于东京中央区靠近东京湾台厂这个绝佳位置的 Harumi Flag就有一部分出售给大众 平均一户就要价5000万到1亿日元左右 而且已经签约了900多户 其余3000多户就是要等奥运办完 就紧接着公开样品屋继续出售 问题是有一大部分已经签约出售的房屋 本来是奥运结束就要改装出售的 只是因为疫情延宕了一年多左右 而这也影响了一些房子的交袭 许多屋主更是对建商提出了民事赔偿之调解 另外这次的奥运也是史上第一次以无官客方式进行 这也造成了原本该有的约900亿元的门票收入 瞬间归零蒸发 反正这次奥运看得出来 就是日本也是迫于无奈 我们也就祈祷日本人平安的办完这次奥运 然后疫情不再持续的扩大 然后台湾选手们大家也都能平安归来 那再来就是这次的日文单字笔记啦 第一个呢这个是TOKYO GOLIN 就是冬奥的意思 也可以说是TOKYO OLYMPIC 那第二个呢是SENSHU MULA MANSHION 就是选手村的那个公寓 Mansion呢这个就是那个英文外来语Mansion来的 反正就是有中高层集合住宅啦 大楼的意思 那第三个呢 也可以念作这个SENSHU MULA MANSHI 这个意思反正就是舆论调查的意思 这个YOLON呢就是日文的舆论的意思 那第四个呢 延期 这是个名词加スル动词 期日や期限を伸ばすこと 例えば 開催を来月に延期する 公開をさらに一週間延期する 就是日文的这个延期的意思 它几乎就是跟中文的这个汉字长的一模一样 那第五个呢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稍微难的一个句子 这个申し立てる呢 这个是一个日文的这个他动词 申し立てる 它的意思呢就是有这个申诉的意思 就是对一些攻击官呢 陈述自己的意见或希望 也可以特别表示呢 就是要提出一些诉讼的这个行为 还有他就是有强烈的提出陈述的意思 接下来要分享日本网友的留言 其实每次我最喜欢的就是 分享日本网友的留言 柔道の台湾代表のYO SENSHUは ハジャメジャにイケメンだな ハジャメジャ呢就是非常的乱七八糟的意思 柔道的台湾代表的洋选手呢 就是洋勇伟呢 他真的是帅的乱七八糟耶 而且还觉得他长得像日本艺人 好了那这次就是这次的日本时事专题啦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的这次的影片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